想要一太珊瑚礁秘密花园 不用潜水坐上船就可以看到 研究典藏组主任师同伟化生导览员 从海湾内的生态环境 到橡皮岩等海石洞海石癌地形的介绍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有海藻在飘对不对 现在也是马尾藻生长的季节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生物跟珊瑚 它们已经春春欲动 开始在生长了 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呢 我们藉由不同的一个时段 我们航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带领小朋友 一起来观察我们真实的海洋 然后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 那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呢 去体验海洋生物 跟我们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那欢迎呢各位老师 还有民众呢 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朝靖方周游 跟我们的智能海洋馆的课程 夏季来了 是观察海洋海岸生态最好的时机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我了解了更多海洋生物 然后也了解要如何保护海洋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辛苦 这次大厂的体验 让我知道更多海洋生物 而且不要乱丢垃圾 这样子才可以不破坏海洋的 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方 如果小朋友有机会 或是家长有机会 其实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活动 这真的是不错的活动 针对学校团体开设的 旺海巷海湾探索课程 延续了朝靖航线外 更开辟了橡皮岩新航线 透过方舟一号的景观窗 一栏水下珊瑚及鱼群 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海石洞 海石碍地形 结合最热门的航程 与朝靖智能海洋馆的参观 让学生们从海上到馆内 可以完整建立对海洋保育区的概念 丰富海洋生态的相关知识 朝靖帮助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